各位朋友,我現在人在赤峰街 我才剛剛繞進來而已 也就是說我才剛要經過赤峰街 要往老地方前進的時候 我已經收到一單了 沒錯 明泉山 麥當王明泉山 這要跑到一公里去接單 其實沒關係啦 一公里還好 其實是0.9公里 0.9公里 然後差不多就1公里 一般來說像這個時間 這樣子的接單距離算是正常 我現在要先過去 老實講 接這單麥當勞 剛剛我沒有仔細看要送哪裡 我是有點擔心 喔風好大喔 風確實很大喔 今天風非常非常的大喔 這樣 那我是擔心這單麥當王會 會往那個什麼東西 40的方向送啦 不過沒辦法 因為我今天就開自動接單嘛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我呢 就是要拼燙獎 我是希望今天能夠就是 拼到 然後 我那個 18趟還是19趟 我有點忘記剛剛沒有看 反正就是把那個燙獎把它拿到 所以我一上線 我馬上就開自動接單了 所以這一趟我也根本沒有看 沒關係啦 今天就以 今天就以 衝到燙刺數量齁 為一個這個 基準點 好啦 那我要專心騎腳踏車了 好 哇,風很大 好了,各位朋友 我剛剛在星光南溪接到了兩單 自動接單的 這兩單中有一單要送過橋,送到三重去 哇,真的是昏倒啦 唉,不過沒有辦法自動接單就會碰到這種狀況 除非要手動,但我今天又要拼燙獎 所以我就不太可能會用手動接單 因為我怕系統不給我單 所以我就開自動接單 沒想到系統居然給我這個鳥單 唉,那也只能這樣子啦 因為都已經接了 接了那個只能送,唉唷,好嚴重喔 好嚴重喔 怎麼撞喔 怎麼撞喔 好嚕 看完熱鬧了 要繼續去送餐 我要跑三重耶,我的天啊 滾倒 好了,各位朋友 我呢,已經送了一單了 接下來第二單要往三重去 福德南路 好吧 那麼這個就是 啊 呵呵呵 這個 OK 這個就是自動接單喔 啊 就會碰到的問題啊 那沒有辦法 那因為我今天呢 我要這個沖燙獎 所以我一定開自動接單啦 所以就碰到這個事情囉 那麼就認了吧 因為其實齁 就取了餐之後齁 看到地址齁 就不能聚餐了齁 就不能聚餐了齁 一定要硬著頭皮送齁 那我就送吧 啊 先...先騎過台北橋 阿雷里阿雷里 好了,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福德南路這邊 剛剛把餐點送給客人啦 那麼... 沒錯 我現在又要在 在騎過台北橋 趕快回到老地方去了齁 不然我覺得在三重這邊 嘖 應該是不太會有什麼單 而且我對這裡也不熟 系統應該也不太會派單給我 所以我就趕快過... 趕快過橋回去了 不拖拖拉拉的 對... 對... 好... 好...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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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